一樣 你就想想看 如果沒有臉書的時代 你會做哪些事情 我講第一個 你必須去用很多免費的管道 去觸及到你的客戶 譬如說 關鍵字的搜尋 SEO關鍵字的搜尋 你要被搜尋到 你就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要成立部落格 很多人說 部落格行銷沒有用 部落格行銷不是沒有用 而是你不會用 如果你沒有部落格 像我當初2007年就開始成立部落格 然後到現在有很多流量 都是從那個時候建立的部落格到現在 自然而來的流量 因為被搜尋到了 當然 假設你有成立部落格 但是沒有人看怎麼辦 那是什麼問題 就是因為你文章量不夠大 不夠多 文章量不夠多 如果你沒有超過100篇 200篇、300篇的話 那一篇部落格 公用不會太強 如果只有幾十篇 甚至只有幾篇 那基本上沒有什麼用 那如果幾十篇的話 剛好有某些文章是被轉記的 被分享的量非常大 那當然也有用 當然也有用 但是基本上啊 你要做殘尾效應 你要有殘尾效應 要經常被人搜尋到的話 你還是要幾百篇部落格文章的量 當然 我講的是幾百篇文章 不代表每一篇文章都要有好幾千字 不需要 你一篇文章可能是好幾百字 但是你要講到關鍵 就是要解決到別人的問題 讓別人有想要分享的意願 或者是那篇文章真的有解決掉他本身遇到的問題 很多人會去搜尋部落格文章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就是他們會去 針對自己遇到的問題去網路上搜尋 然後搜尋的時候 會找到相對應的文章 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你的文章剛好解決掉某些問題 所以你的文章被找到了 好 這個就是寫部落格的技巧 那第二個呢 就是除了部落格之外 你可以放YouTube的影片 因為在Google搜尋的時候 除了部落格文章容易被找到之外 YouTube的影片也很容易被找到 所以呢 如果你懶得寫部落格 好吧 那你就是多錄一點影片 跟部落格一樣 不見得時間要長 像部落格 你不見得字數要多 但是你一篇文章就是要講一個觀念 一個主題 一個重點 錄影片也一樣 你不見得要太長 你可以兩分鐘三分鐘就夠了 但是你那個影片必須要一個重點 像我現在錄的這個影片呢 其實重點就講太多了 那如果重點很多的話 可能就分很多很多段 一小段講一個重點 一小段講一個重點 但是我這個影片 我現在錄的這個影片 有一個最大的重點 就是告訴你 如果今天沒有了臉書廣告 你不去使用臉書廣告的時候 你應該做哪些事情 對你的網路形象會有幫助 這是這個影片最大的重點 所以這個影片可能會比較長一點 但是我必須要從頭到尾把它講完 好 那剛講的這個部落格 跟這個 YouTube影片 這個就是你的自有媒體 我們簡稱自媒體 自媒體的操作 如果你具備了 以後就算沒有別人幫你報道 沒有別人幫你曝光 那都有可能被人家搜尋到 被動的被找到 那如果你希望加快曝光的速度 那當然就是花錢去買臉書廣告 或者是買關鍵字廣告 或者是買Google的聯播廣 或者是買YouTube的影片廣告 去加強你的曝光 那因為那個是曝光加速器 沒有辦法 花錢就是要大量曝光 所以我講那個花錢的廣告曝光 叫做曝光加速器 那但是你要花很多錢的話 有一個前提就是 你這些自媒體 必須已經有一些content 有一些內容在網路上去流傳 否則你花這個錢很浪費 譬如說我今天花錢的一個關鍵字 然後找到你的網站 發現你只有這一頁 你就只有這麼一頁 所以你花了錢 所有的人來到你的網站一看 就只有這一頁 他想要搜尋相關的資料 不好意思找不到 找不到 譬如說你賣吃的 我今天搜尋到了 我今天看到你的廣告 然後到你的網站 看到你在賣吃的東西 可是他想要了解你到底是誰 你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自我介紹 沒有一個很完整的公司自我介紹 對人家來講 信任感不夠 信任感不夠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第三個還有一個叫做 Facebook的粉絲團 為什麼 因為臉書的粉絲團 他也很容易被搜尋到 他也很容易被搜尋到 我講的是那個標題 臉書的標題 他很容易被搜尋到 所以臉書的粉絲團 你也要去經營 然後部落格你也要經營 YouTube的影片 你也要去經營 那YouTube的影片 最好也要超過100部以上 最好也超過100部以上 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每一部都只有一個重點 一個主題 不要太多 不要太長 影片不用太長 兩三分鐘 五分鐘以內 或十分鐘以內 把重點講完就夠了 那如果你這個影片量也夠多 100個 Blogger的文章也夠多 100篇 以上 我說以上 不是說到100篇之後 你就停止了 如果你停止了 你的企業可能就停止了 你的營運可能也就停止了 我講的是 如果你都不做廣告的狀況下 自媒體是必須靠經營 就好像你今天 好像你今天開店 你必須不斷的跟你的客戶溝通 你必須不斷的經營客戶 那客戶記得你之後 以後他想要再回來的時候 因為不可能只有你一個行 一個產業 應該說你這個產業 不可能只有你一家 那你有競爭同業 對不對 所以客戶他搞不好忘記你的 他記得你的同業 可是他忘記你 為什麼 因為你都沒有跟他保持聯繫 那你怎麼跟他保持聯繫 你必須不斷的去收集 潛在客戶名單 然後不斷的跟這些潛在客戶的 名單做聯繫 什麼叫名單 你可以收集他的E-mail 你可以收集他的手機號碼 你可以收集他的Line 就是加入Line at好友 然後利用Line at去群發 所以在台灣Line at去群發 讓客戶加入你的Line at好友 這是最快的方式 另外一個是收集他的電子郵件 不過電子郵件有些年紀比較大 他可能不太使用 那不管 反正你能夠收集他的手機 或者是E-mail或者是Line 這是最好的方式 然後Line開會群發 手機也可以群發簡訊 然後E-mail當然可以群發E-mail 所以這三樣東西 如果你能全部都拿到 那當然是最好 如果你不能夠全部一起拿到的話 那至少加入Line at 加入Line at的好友 有效好友 這樣你以後再群發訊息的時候 這些人才能夠 廠商收到你的訊息 所以我們剛剛講那麼多自媒體的東西 其實他都是一個自然的曝光量 自然的觸及 然後呢 一旦觸及到客戶之後 你就一定要讓他們加入你的Line at好友 或者是加入你的電子報名單 填寫他們E-mail 或者是收集到他們的手機號碼 一旦你這個潛在客戶的量越來越多 你將來做生意才會越來越穩定 為什麼 因為今天如果你收集了好幾千個 甚至上萬筆客戶名單 那以後你今天有一檔促銷 或者是你有一檔活動 你才有怎樣 你才有名單可以去通知這些 曾經你收集到的這些潛在客戶的名單 但是如果你都不收集的話 你每次都要求什麼 每次都要求客戶今天看到你的網站 就立即跟你購買 那種立即性的客戶 其實這種客戶的數量是比較少的 是很少的 而且是非常競爭的 等於說每一家你的同業 他們都希望跟你做一樣的事情 他們都希望在當下 就可以讓客戶看到網站 然後當下就購買 當下就下單 每一個人都在競爭這些客戶 那這些客戶自然不容易成為你的客戶 因為大家都在競爭 因為量就變少了 但是如果除了這些立即性的客戶之外 有很多非立即性的客戶 你要不要收集他的名單 要啊 因為他有可能是之後才購買 有可能之後才購買 所以你當下一定要收集他們名單 將來你在群發訊息的時候 才能夠不斷的觸及他們 讓他們把你放在心裡面 重點 讓他們把你放在他的心裡面 今天他對你的產品沒有需求 可是未來可能會有需求 所以他才會想要加入你的名單 才會想要成為你的好友 可是如果你沒有時常 譬如說每個禮拜 甚至我每天發八點檔 如果你沒有每天或是每個禮拜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客戶他會忘記你 好了 重點來了 視訟 tipo 什麼 claimed 財